众所周知 Windows 11最大的新特性就是支持Windows Subsystem for Android WSA 及安卓子系统 这也是很多Windows用户升级到Windows 11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微软的说明 WSA仅支持Windows 11 Windows 10及以前的操作系统无源WSA 之前曾介绍过Windows 10如何安装WSA 不过当时安装的版本基于Android 12 今天为大家分享 如何在Windows 10上更新基于Android 13的子系统WSA 关于如何在Windows 10安装Android子系统WSA 大家可以观看推荐视频 首先下载Android 13版WSA安装包及依赖包 本次更新的Android 13版WSA已经集成了Google Play以及Magisk 并且安装过程无需修改任何配置文件 所有配置文件已经打包完成 直接安装即可 首先安装依赖包 安装过程非常简单 直接双击即可 我安装依赖包 太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复制WSA安装文件目录 找到Install PS1 右键单击Install PS1并选择使用PowerShell运行 如果运行安装程序时弹出的窗口消失 可以手动进行安装 以管理员权限打开PowerShell 运行屏幕显示的安装命令 这里需要注意 按照命令最后一个字符是数字1 第一次运行该命令 系统将自动打开Windows 10的虚拟机平台特性 按Y重新启动计算机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运行安装命令 系统将自动进入WSA的安装过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一切顺利 WSA安装完成后 版本号即为Android 13 选择开发人员 并打开开发人员模式后面的滑块 进入开发者模式 进入开发者模式之后 可任意安装Android App 而不用受限于Amazon应用商店 转到系统菜单 点击文件后面的按钮 Android子系统自动加载 下载WS Apartment 该程序安装完成之后 可直接双击APK文件安装Android App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